大家好,我是禅姑娘 现在终于可以歇一下了 来这些稻田里面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早上的话就开始做波仔糕 今天是星期五做的有一点多了 所以的话中午正也在那里卖 下午的时候也卖到六点多 感觉还是挺累的 现在终于可以歇一下了 虽然挣不了几个钱 但是我的就是怎么说呢 在家的话除了带小孩的话 也是时间的话也是又不干嘛 所以很无聊 我呢也打发时间 就是打发时间时呢也能够挣一点零花钱 虽然挣得不是很多嘛 就是就够小孩的一天 零用钱早餐钱就可以了 那些年的话比起那些年的我的话 现在我自己能够能走 自己还可以做一点什么 就是小吃啊 就是自己想卖一点小东西啊 摆摊这些小东西 自己可以去做得到嘛 自己可以去做得到嘛 如果是像以前一样 路都走不了 那那才真的不知道 怎么想象当时的那种 那你的话又让我想到小的时候 就是上学时期 直到22岁的时候 小学就是上学啊 上小学初中 我都还就是 就是尿裤子 就是说出来都怕你们笑话 是真的是憋不住了 所以我们长期人啊 在生活上 真的太多太多的困难 也太多太多的心酸 在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就是太多的磨难了 我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 读小初中到高中的时候 我只有应该七十多斤到八十斤那样吧 具体多少斤的话我也没有成个 反正那个时候的自己很瘦 那个时候的话 我一天就吃一顿饭 而且的话就是在家的话喝一点水 到学校的话水都不敢喝一口 你看嘛 从早上 就是有时候起得早的话 五点多 六点多就起床了 嗯 六点多 有时候的话 在家里就是做一点早餐 吃 然后就到学校去嘛 有时候的话 就早餐都不吃 到学校的话就是一天 直到那个放学的时候 才回家得一顿晚饭吃 小学的时候我还不是很严重嘛 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家离学校的话 我们家离学校的话也不是有多远嘛 但是我走起来的话 应该也要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吧 那个时候就是放早饭学嘛 很多学生都要回家去做饭吃嘛 小学的时候我多数都回家的 就读到中学以后 读到中学的以后 我就是六年七年的那时间 我读中学嘛 复读了一两年嘛 那时候的话反正 几乎上每一天的话都是吃一顿饭 那时候扶着个自行车去学校嘛 早餐的话看到人家买什么 有时候心里面在想 也想买一点吃 可是看到那里有坎子啊 自己又上不去 又没办法 又不方便 有时候人多的话 又不好意思去让你挤 所以的话 有很多时候 我就是买早餐吃的吃素 就是读中学到高中 买早餐吃的吃素 吃素的话也可以数得清 到就是中午嘛 中午他们都放学回家吃晚饭了 出校的在学校吃饭 我呢 就在学校 就是在桌子上趴起吧 那时候又累又饿又渴 但是呢 去买东西也不方便 自己想吃什么 去买个东西都买不了 所以的话 都只能回家吃 就是最让我头疼的 就是上厕所嘛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话 可以说学校的厕所 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因为那些梯子啊 学校里面的梯子是比较多的 而且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 梯子那些都没有扶手 就是这样子一顿一顿的 别说那个梯子了 有些如果是平的 没有地方扶的 我也上不去 所以我从来没有去 上过学校的厕所 在回家的路上啊 放学回家的路上 有时候很想到那些田里面 去上厕所啊 可是扶着个自行车 也走不了也不方便 实在憋不住了 就只能尿在裤子里面 真的想想当时的那些 那种生活啊 残疾人真的生活 真的我都过得很心酸 尿湿了裤子 又怕人家看到笑话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又走不了 也去上不了厕所 一天下来的话 有时候是憋不住的 有时候的话都憋了很久 回到家的话就赶紧去上 但是很多时候你说 一天从早上 六七点钟到下午 四五点钟放学 多少个小时了 一天憋了那么久 那些年过的日子 过的生活啊 真的只能告诉自己 一切都过去了 其实现在也 也是像我们的话 只是说我们现在在家 因为我们 就是残疾人的话 很多的很多的不便的 很多不便的地方太多了 我们在家的话 就是没那么那个 你要是出门的话 这种事情的话 也是一个难题来的 就是上厕所的话 也是一个难题 像我妈妈的话 她都不敢去哪里 就是担心上厕所 去亲戚家的话 她都不想去麻烦别人嘛 上厕所又不方便 那亲戚家的厕所 肯定也不是修在房间里面啊 有些的话都是修在外面的 所以说 这个上厕所 对我们来说的话 真的是一个 比较困难的问题 在想那么大了 还要要裤子 你们会不会笑话 你们没有经历个残疾人的心酸 你们也体会不到 很多时候我都告诉自己 要坚强 因为活着 你就必须的往前走 不能够倒退 因为时光不会倒流 所以只有加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